哈嘍 大家好 自由人在南非已經待了好幾天 很久沒有各位跟各位哈拉蕭聊天 盛想盛想 那昨天自由人看到自由人竟敢用反自由人操盤法 那昨天自由人看到大歐竟敢用反自由人操盤法 真是一丟臭打破爹啊 但是也沒關係啦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交易之路 誰說跟自由人對錯不好也可以啊 但是今天就是自由人的超級大V轉 那個盤面又回到多頭的趨勢 這個創歷史新高指日可待 拜託等我回家好不好 等我回家 現在是南非的早上七點半 那自由人又要去跑行程了 那今天是要去一個鐘乳石洞 兩個景點 大概是這樣 反正我會PO一些南非的一些照片 或是影片給大家看 聽說南非跟我們要撤掉那個辦事處 我想說我敢是衰神 哎呀不要創新高啦 等我回家好嗎 自由人竟敢用反自由人操盤法 各位朋友下午好 歡迎來到今天10月22號的盤後三分鐘 我們今天是規劃是說 他昨天已經測試過月成本 那我們看他開盤到哪裡 喔他開低 等一下只要沒有出現爆量下殺 我們就會在這邊先做多試試看 那在這邊做多是因為 他測試過月成本沒有出現破底下殺 表示這邊做多的人有在月成本進行 可能加碼或是防守 那這邊只要沒有繼續破下去 後續就有機會震盪之後站回來 月成本23497 現在就看一下 他是往下去攻擊還是說摸一下 震盪又彈回來 我小編已經先進口多單在這裡 小編進口多單 23525 那我們看看後續還有沒有指揮 說假設他測試過站回來 那全肢股也沒出現盤跌破底 我們今天就是中年大叔超盤法 抱著等他創高 上面掛一盤 這邊 因為他還沒有過高 所以我們還不能放心的放著讓他自己跑 如果他過高拉回不破底又繼續過高 那我們就可以放著去做去工作 中年大叔超盤法丟著就好 可是因為他還是在這個大根K棒裡面混來混去 我們不確定他會不會等一下要破下來 所以他要再觀察一下 好那我們剛剛已經來測試月成本23497了 接下來就要看他是走出盤跌破底 還是說他測試完等一下台積電開盤之後能夠再站回來 那因為我們剛剛進在23525 我們等一下要看他這個動會不會彈起來 還是說動然後又盤跌破底 如果盤跌破底那就變成空方趨勢了 來積電的掛單還沒有很明確 我們再慢慢看一下 然後看一下全子骨 看起來爆亮 懂之後有機會是有機會彈起來的 如果再彈起來的話 可能會選擇在這個23500 站上去的地方再試一口多單試試看 結果沒有站不上去 那就只能等他又來一根大根的 這邊就要注意 再往下快速再打下去 我們原本的多單可能會先砍掉 看看是不是變成爆量攻擊 變成盤跌破底 昨天夜盤的低點又把它殺破一次 這樣子會把上面這些多單再下出來一次 是有新的多單敲進來把它敲上去 還是說他這個下出來之後是要讓大家去停損 讓他順勢往下攻擊 這邊是我們現在要觀察的位置 看起來我們的多單要準備停損喔 台積電下面的大單開始再電出來 那我們就多單還不用停損 再等他 等他看看 測試一次恐慌下殺之後 沒有繼續造成後續的恐慌 那台積電下面又有大單卡在這裡 會預期不容易再繼續往下殺 23450這邊 來試單一口 現在又來 又來嚇大家一次 真的變成恐慌停損 還是說有機會彈回來 喔 會怎麼樣呢 23400 能否 站穩 如果這邊 再走出盤跌 快速的下殺 如果沒有辦法彈回來 我們多單就要彈 快要200點 差不多要達到我們剛剛講的停損位置 掛一個多單在這邊接接看 看他能不能回來讓我們接到 所以我們一口 23525 一口23425 成本在這邊 475 目前的話是 紅海拉起來的 台積電呢 還卡在這邊正 看看紅海 會不會轉落 如果沒有出現轉落又破底 今天就放著讓他自己跑 能賺多少是盤面決定的 但能賠多少是我們自己決定 好我們回顧一下今天早上的規劃 今天早上是說 台子在上週四大漲之後 已經經歷了兩次的賣壓釋放 那昨天還測試了月成本 我們是要賭整個月合約多方的人 還不會認輸 拉回月成本之後 他們會繼續往上攻擊 他開低 蠻狠的 又再殺破一次月成本 還殺破昨天前低 大到這邊小編已經快要準備停損了 那這也是運氣好沒有停損掉 所以在站回二三四百的時候 我們再加一口多單 那就用中年大書操盤法慢慢爆 爆到尾盤那才拉出去 那這邊我再整理一下 昨天有人問說 小編的停損是守多少點 那小編不是用點數來停損 小編是用金額 就像我一天 我有給自己一萬塊的扣打 我今天最多就是輸這一萬塊 他就是我來做交易的入場費 比如說我今天早上在二三五二五進場 那我打一口小台 一萬塊我可以我可以守兩百點 那我就可以守到二三三二五 這邊已經快要打到我的停損點 運氣很好他彈起來 那我在這邊再加碼 我在二三四二五再加碼 所以我的成本變成二三四七五 所以二三四七五我有兩口 我的停損就只能守到二三三七五 我是用金額去停損 這樣可以幫助我去控制 最多就是賠這麼多 那能賺多少 這個是由市場決定的 有賺錢就抱著 讓市場決定我們能賺多少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盤後三分鐘 那我們就明天見